大家好,欢迎收看嘴大无脑,我是李大锤 2月26号,萨拉波瓦突然宣布退役,令女子网谈失去了曾经耀眼的一颗星星 不过这样的决定显然不是草率为之 萨拉波瓦透露美国篮球巨星科比的意外离世 让他意识到了,是时候该与网谈说再见了 实际上,两人本来是约好在科比追击后的三天见面 整整一个月前,1月26号,科比在一次直升飞机事故中上升 作为与科比施交甚密的好友,萨拉波瓦当时非常震惊 这很难接受,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慷慨 以及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刻中,共同度过的时光 我永远感激不已,我的心与你和你的家人在一起 在宣布退役后,萨拉波瓦也再次提到了科比对自己的影响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萨拉波瓦表示 我与科比本来约好在追击后的三天见面 我某件事情让你意识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 那这一刻你就要好好规划下自己的未来了 科比的意外离世,在加上奥网首轮出局后 对自己网球生涯的未来充满了疑惑 萨拉波瓦最终做出了要退役的决定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好像看起来比生命更加重要 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非常脆弱的 在科比突然离世后,萨拉波瓦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 那就是到了要好好思考,重新规划下一步的时候了 萨拉波瓦出生于俄罗斯 萨拉波瓦从小就非常喜欢网球 而且他表现出了极强的网球天赋 他的这种天赋被他的老师发现 然后萨拉波瓦就开始系统的学习网球 在萨拉波瓦年仅13岁的时候 就参加了人生中第一场网球比赛 在萨拉波瓦刚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 在他19年的职业生涯里,获过无数荣誉 但可惜的是,已然23岁的萨拉波瓦 至今还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 此前萨拉波瓦被禁赛那段时间 他透露在禁赛期尝试约会了不同男人 喊言,要享受当下 他说,我喜欢与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的人一起出去 从这个角度看,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男人 此番回应太霸气 那么问题来了 交往了这么多男人 就没一个适合他的 答案是肯定的 也许是萨拉波瓦把那种球场的霸气带到了生活中 吓跑了和其约会的男人 当被问到择偶条件时 萨拉波瓦称,必须得有自己的组件和生活方式 还要懂得享受生活 其实萨拉波瓦是个感情经历 非常丰富的女神 当她谈到自己的感情生活时 会毫不遮掩 正如你们在我整个生涯中看到的 坚持和毅力 是我最重要的武器 也就是我最大的力量人权 但现在我感觉 这反倒是我的一个弱点 因为坚持下去的固执 似乎让我走错了方向 我对于拿到第六个 第七个 甚至第八个的大马怪 依然充满的热忱吗 这个数字听起来当然不错 但从刚开始还是零的时候 我已经将自己带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最终 萨拉波瓦并没有例行公事一般的 选择一场赛事作为告别赛 我感觉我不需要走上球场 向整个世界 向所有的球迷宣告 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 即便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 结束职业生涯 这就是萨拉波瓦 这样的回答 也很符合她的个性 既然是萨拉波瓦的 我感觉不需要走上球场 我感觉不需要走上球场 我感觉不需要走上球场